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春德老师是台湾相当重要的当代艺术家 他的创作领域不止在摄影 他多元的创作方式 每一次都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 驱动我们的思考 《平行宇宙》系列就是这样子的艺术作品 从2016年谈师资政议题的勇敢世界 到2018年探讨死亡的天火 谢春德老师把他的生命经验、社会关怀 用前卫的创作方式表现出来 带着观众用全新的视角来思考生命的哲学 现在谢春德老师推出《平行宇宙》系列的最终章 《Netson时间咨询》 由公共电视陈月秀董事长担任主要的策略 将透过艺人故事和剧情铺成 以及影像、雕塑、装置艺术 让大家不仅有感官的新体验 更能在展览之中 对生命和时间的关系有新的建议 欢迎大家前来看展 《平行宇宙》系列其实是讲多重的宇宙 然后平行它意味着是穿越、是行动、是进行式的意思 然后它的不管是第一部曲、第二部曲 到这一次的第三部曲 它都是在诠释同样的一个想法 它的作品其实是跟着美术馆或博物馆的空间 不同的空间 它可以运用 然后展出不同的氛围出来 这一次的第三部曲 《Netson时间之雪》 也是可以讲它是一个极大层 而它所要传递的讯息 也非常的可以有远见的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其实后面还有透过表演艺术 再跟大家见面 这个是一个跨界 应该跨时空 而且也是跨时代 跨历史的创作作品 非常的非常的庞大 非常的有影响力 大家一定要来 这次很荣幸 邀请享誉国际的当代艺术家 谢春德老师 在本馆举办各长 以新媒体影像 及雕塑为主 平面作品为辅 呈现跨领域的壮作 这是一种勇气 胆识 创新及尝试 其老师常年跨界不同领域 也善用多元媒介 并以此构筑豐厚的叙事空间 观众将能透过层层 一步步地挖掘 走入神秘且缤纷的世界 邀请你来寻找自己的未来 我从小就有一个使命感 所以十六岁那年 我离开了家乡 台中 到达了台北 我希望借着艺术创作 可以改变世界 可是年纪越大 发觉我没有改变世界 改变的却是自己 因为我相信 我借着创作 把它当成一个信息的传播 你在看得见的地方 或在看不见的地方 相信 你都可以听到